大家好 我是小爱爸爸谢国良 我们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为下一代找答案 今天我们主要是要实地测试 对于这个Let's go 电动机车的这个方案 到底青年朋友会怎么样反应 其实我有点紧张 说不定我会被他们吐槽 不过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政策 我们一定要做Let's go 第二次我方便跟你做个简单的访问吗 可以可以 我想请问一下你现在租税会大概几年 两年左右 三年 刚出 快五年 四年多了 方便问一下你现在薪资一个月大概多少 三万多 三万块 两万五左右 两万七 三四万 三万多 三万块一个月你觉得你够用吗 超级不够用 不够啊 三万不够 绵绵强强 不够用啊 年轻人现在的生活大致上 应该都没有人可以存钱 还蛮难存到钱的 可以存一点点 生活上最大的开销会是什么 吃饭 吃饭跟交通 房租房 通勤费用也不便宜 扣掉吃的跟交通的 大概就剩不多 如果还有娱乐或是干嘛 可能就差不多没钱 交通费能不畏助 对 因为我在内科上班 接种的话我要搭客运 或者是我可能 如果要方便一点的话 可能是搭到火车站 然后坐火车再转捷运之类的 那你怎么没有想过说 我在市区就买台摩托车来带你 钱 没有钱 真的没钱 你是骑摩托车放下班 对啊 我平常会骑的台 这个是你原生第一台摩托车 对 第一台 第一台 上下班的话都是用 骑摩托车代付吗 对 我上下班都要骑摩托车 如果今天有人说 他想要买一台线路机车 真的挺坏 你的旧摩托车 你觉得有可能吗 不太可能 很贵 吸力不大 应该很勉强 蛮好的 那你自己是年轻人 你会因为这样被吸引吗 不会 因为还是要看他的 证件 跟 作为 他疯了吗 怎么可能 我是不相信 但是我觉得要是有 我会觉得很感动 哪有那么好 那我们请他出来好不好 谁 哈啰 又是我 谢国良 你好 你认得我吗 你看起来有点面熟 有点面熟 我以前做过立法尾 我这次要选市长 那你有看到我的一些 电动机车的看板吗 有 我有看到那个招牌 买一台电动机车 给青年朋友 但是前提是 你愿不愿意 连续五年 每年都要做几个小时的工艺 帮助一些需要的人 维护共同的环境跟社会 心是最重要的 这样你愿意吗 我愿意 当然愿意啊 加油 这样子不错 我们一起合作吧 加油 加油 请你多支持 好 加油 加油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朋友 其实面临蛮大的挑战 现在的产业环境 要让他们瞬间累积到大量的财富 其实也很不容易 那我也认识很多基隆的青年朋友 三四个加起来 他们的账户里面 没有十万块台币 他们每个月的收入 其实要负担一个 即便是好的交通工具 都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那相对我觉得我们的很多政策 比较是针对长辈的 比较是针对老人福利 给年轻朋友在就业的时候的一个相对的鼓励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应该的一件事情 主要是觉得说 在他们的这个年纪 大学毕业 就业就需要一个交通工具 不见得是要骑去公司上班 在市区活动 骑去火车站等等 政府其实可以给青年朋友一个 在这个时候一个鼓励 它不是每个月都有 它就是一辈子一次 那相对的 我觉得青年朋友 可以回馈这个社会做弱势团体的志工 连续做五年 每年做几个小时 如果他们喜欢做更多 那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志工银行的概念 把那个时数把它存进去 将来有一天他们家人有需要的时候 可以提领出来使用 这个就是我想要打造这个友爱城市 是锁定四年内先锁定五万台 预估是七十八到九十二年次 是我们第一阶段可以试用的 可是因为它其实是有一些社会责任义务的 所以如果没有那么多年纪人要态换的时候 我们就会朝年纪更长的 一直到所有的七年级甚至六年级 我们都希望能够态换 个人是希望全基隆市未来都是电动机车 电动机车的基隆这个国家队 也是我想要去推行的政策 帮助弱势团体 帮助长照跟日照 所需要的一个人力资源 整个家园整个环境 都有更多的志工服务 可以把这个地方弄得更美好 关于这个政策 很多青年其实都听到了 所以他们有一些问题想要问问 好 觉得五万台只是太美好了 问一下要如何透过开源节流 预算是大家常常在讨论的一部分 一个城市它是自己有它自己开源的方式 除了我们这个四年的电动机车 基隆捷运未来也有非常庞大的负担 而是基隆市政府要自己去负担 那这些负担跟我四年内花15亿 在这些电动机车上都是一样的负担 基隆市在我主政之下 其实会做一些都市计划的改变 请问小孩爸爸 充电站这件事在基隆足够的吗 要预计达到怎么样充电站数字呢 充电站是要逐步建构的 我们是以每个月1000台很稳定的数字 对于这些电动机车业者来说 反而可以得到很精准的预期 跟政府来合作每个月固定产出1000台 连续48个月到50个月 可以让这些业者有充足的准备 去建构在各个社区里面 一个充足的充电站 能不能再说一次电动车证件完整的内容呢 就是提供给青年朋友 要年满22岁 设计满三年 他一定要拿到机车交叉满一年 而且他要拿一台旧的 跟我们换一台新的机车 78到92年次是我们5万台里面 绝对可以适用到的对象 想要跟我们合作的青年朋友 为什么叫合作 而不是给予 因为他们有连续5年 每年4个小时以上的弱势团体 工艺团体或环保家园的志工 在这样子的前提下 想跟我们合作的朋友 都可以取得太旧换新 一台政府所提供的电动环保机车 我的有爱城市的概念 是希望有能力的人 大家都做志工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你今天帮助别人 有一天你也可以得人帮助 或者是你有一天你得人帮助 像我一样 那你可以的时候 你也可以反过来去帮助别人 我需要散开 感谢观看